音樂 好 那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接著就看 11Dimension的 这是我们对一度空间的定义 那现在呢 你是三度空间 那我说 基本上面 R这个向量 它的位置 XYZ 那对这个向量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的 如果其他的位置 有一个函数在其他的位置 全部通通是等于零的时候 只有在这个点上面 它有值 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但是它是三度空间的 我们在这边把它写成 三 三度空间的 OK 那我可以把它表示成 DataX DataY DataZ 这样的一个三度空间的表示方式 换句话说 你现在 一个函数 那 乘上 这个 Data方式 负重大 激到正 无重大 那你对这三度空间 去积分的时候 也就是等于R 把它 R R 我把它寫成零好了 这样免得你们在符号上面会比较 因为任何位置都是SYZ 也就只有在R0这一点上面 它有值的话 那R是等于R0的时候才有值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你记出来就是F的R0 这跟我们在刚刚讲的一度空间里面 FxΔx-AΔx 是等于Fa 是一样的道理 好 是我们这三度空间的情况 那我也可以把 这样写起来会好一点 然后Delta呢 R-R0的部分呢 实际上我就可以把它写成 换句话说 富穷大积到正无穷大 当R-R0 对整个空间积分 它是等于1 和 这个意思是什么 R只有在 零位置才有值 所以Delta-R 比三方R 或者是Veta 比Tao 这个是等于1 是我们都可以知道的 好 这是我们的定义 从这个定义里面 从这个定义里面的话呢 你可以 进一步的回到我们之前 我们所探讨的 那个Divergent的问题 我们在上一堂课探讨的Divergent 我说 我是R平方分之R 方向四面八方辐射出去 的向量 那对这样的一个向量来讲的话 我说这个向量是V好了 那我说Divergent V 它是等于零 这你们都知道了 OK 这是上一堂课讲的 但是 这个计算结果是你用Divergent的定义 你可以知道的 但是我们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说 我如果把这个Divergent V 对整个体积积分 那我们会看到Divergent C里告诉我们 它就是V.DA 那我把我的DNA 取成是一个球 包围这个 球星的位置 OK 那半径呢 是小R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了一件事情是 我说 我要去做这个Surface的积分的时候 那R平方R Bot DNA的话是R平方 Sine Theta D Theta D Phi 然后它的方向也是R的方向 结果 你一计算出来的部分的话 这个是0G到2Pi 对D Phi积分 0G到Pi 3Pi 被Sita积分 这个G出来的话是等于4Pi 所以 你现在你看到了一个有趣的事情 就是说 这个G分出来 是等于4Pi 然后我们看到了 这个值 我们已经知道它是等于0 那哪个问题 如果你是等于0 对整个Botlin积分的话 它一定是等于0 不会是等于4Pi 再来我们把我们的R改变 我变成另外一个R 我一样的去G 我还是等于4Pi 对不对 因为你在积分的过程当中 跟你取的 这个球的大小是没有关系的 现在有一点 你没有考虑进去的就是 R等于0的时候 当我这个球 多大多小都没关系 但是我说说说说 说到一点的时候 还不到一点的情况之下的时候 这个整个值 还是等于4Pi 这个值都是4Pi的 这个值是等于4Pi 但是呢 它这边值是等于0的 所以左边跟右边呢 它是不相等的 那问题是出在哪个地方 如果我把这个值慢慢的缩到这一点的时候 换句话说 这个东西啊 它等于0呢 是在任何的位置上面 但是它一定有值 在哪里 在等于0的时候 不然呢 不然它的 又是不会是等于4Pi 我球多大 多小 这个球多大 多小 都不影响它的值 通通是等于4Pi 所以外面 除了0这一点以外 其实 不是贡献它这个值的 最主要的来源 那只有0这一点 是贡献它的值的来源 换句话说 我们现在我们就看到了 实际上啊 我应该比较严格的去写 我说 Divergent的V 是等于Divergent R平方 R向量 这个东西是等于0 除了 在R等于0 这一点以外 我必须要严格的去写 我必须要严格的去写 OK 换句话说 这个关系是 我是可以把它写成 R平方R 对整个体积积分的话 它是等于4Pi 它是等于4Pi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这个东西 在其他的地方 在其他的地方 积分全部通通通是等于0 只有在某一个点 如果它有值的时候 那我可以把这个函数 就直接写成4Pi的Data R的方式 就没有问题了 换句话说 这个也是我们之所以定义Data function 最主要的来源 就是为了这个地方 所以你现在你看到 这个东西等于0 除了它 你又知道它是等于它 这个积分 这个八人积分是等于4Pi 你以后你不可以直接写成这样子的 你必须要把它改写 改写成什么 R平方R 它是有值的 而且是等于4Pi的Data 它在R等于0的时候 是有值 它在R不等于0的时候 是等于0 OK 它在R等于0的时候 是无穷大 它的无穷大 不是随随便面的无穷大 你还要乘上4Pi 因为Data function 告诉你的就是 它的底下的面积 全部是等于1 在1度空间 事实上 在3度空间的时候 也一样的告诉你 G出来的是等于1 所以 你说那个无穷大是多大 我没有办法告诉你 但是我知道 它底下积分出来 对All Space 积分出来的面积 这里面的体积 这已经不是体积了 因为这3度空间 再加积分1度 就4度了 所以它积出来的结果 是等于1 所以前面一定要把4Pi加上去 OK 这样能够理解吗 OK 好 这是在R等于0这一点 那 我可以把这一点Shift 怎么Shift 很简单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 再讲 好的 准备好上课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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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我们为了要让你们多一点了解Data function 首先 同学们在下课的时候 问了一个蛮好的问题 这个东西积分 这个是等于1 OK 那积分呢 基本上面这个所谓的无穷大到正无穷大的话 是对这个volume 那 基本上面 我们是可以把它写成一个volume的基本 那到底这个volume是多大 我说 实际上它要等于1的时候 你所取的这个volume 一定要包含你这个R0这个向量 换句话说 我的volume如果是取成这样子 包含R0这个向量 它当然是等于1 但是 假设我的volume 是取成 这个volume的大小的时候 那 我们可以看到 R0 并不在这个volume里面 所以 在volume里面的 data R-R0 永远是等于什么 0 所以它是等于0 OK 所以 它的值是多少 如果你取的volume的大小 是包含你的这个向量 这个点 就是 data方向性不等于0的点 那当然你吸出来的结果是1 不包含的话就是等于0 这是我们 在讲data方向性下课的时候 你们同学问的问题 是一个不错的问题 好 接着我们要看一下data方向性的整个情况的话 我们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很简单的一个例子 我们常常会讲说 哦 在R0位置上面 有一个点电后 有一个点电后 Q 在这个地方 那画图你就是直接这样画 那你当然你也可以用文字写出来 说 你有一个 我说 你有一个点电后 在R0的位置 这是我们 平常写的 那你现在要去求 我说 这个Electric Charge 的Charge Density 就是这个电后的密度 要怎么表示 我说 那电后密度是怎么表示 电后密度就是 我们所谓的电后密度 R0 就是什么 你的体积乘上你的电后 就是电后密度 对不对 但是 记住的一件事情是 我其他地方都没电后 只有在 R等于R0的时候 它才有一个 Charge Q 换句话说 我如果 在这个地方 我对整个空间 对这个电后密度 去积分的时候 我会发现 Total积出来 对整个Value去积分的时候 积出来的值是等于多少 空间只有一个电后 所以 你把你的Density Charge Density 对整个空间积分 积出来就是Q 对不对 ok 所以 你现在看到的是 这是本来我们的定义 这是本来我们的定义 但是 这个定义 因为你的Charge 不是uniform分布的 我知道的是 我现在 这个Charge Density 对整个空间积分 是等于Q的话 那我实际上 我就可以把 这个 Charge Density 呢 用什么方式来表示 我说 我的Charge Density 就可以把它 表示成 QData R-R 换句话说 在 R等于R0的时候 它的Charge Density 是Q R不等于R0的地方 全部都是0 所以 它积出来的结果 它就是等于它 有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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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的 我可以再用另外一个例子 我说 我们常常在讲Diple 好 那我说 有一个Charge 在 Z 等于-A的位置 另外一个Charge呢 是在Z等于-A的位置 那这个是Charge 或Q 这个是Charge 正Q 这是一个Diple OK 那我也可以问说 那到底 你这个空间里面 我的Charge Density 要怎么写 我说我的Charge Density 基本上面 我知道的是 我如果对整个空间积起来的时候 那 会得到的是 一个 在Z等于-A 一个是在Z等于-A 的值 OK 所以 基本上面 我知道 我G出来的值 是一个 Q 是在正A 一个是Q 是在乎A 所以你自然而然 你要达到 这个的点 G出来的是 类似像它这样子的写法的话 我们说 我可以把Q Q Data Z等于-A 就Z-A 加上 乎Q的Charge 是在 Z 等于-A的位置 得出来就可以 我的Charge Density 所以你一积分 你就看到了 我积分的时候 Z 是等于-A的时候 我有值 Z等于-A的时候 我也有值 这样了解吗 好 所以 Data Function 基本上面的话 是一个 让我们在 处理问题的时候 表示 的一个好方法 那同样的部分 再给一个例子好了 再给一个例子好了 我说我有一个Share 这薄薄的Share呢 它是一个Uniform 很薄的一层 然后 它的半径呢 是R的部分 那我知道说 TotalCharge 是等于Q 那我怎么去表示它呢 好 当然 你知道它的TotalCharge 是等于Q的时候 换句话说 如果我把的Charge Density 然后对整个 这个空间积分的时候 我是等于Q 这是我知道的 所以 很明白的 很明白的 这个R OK 我可以把它写成 一个Data Function 但是这个Data Function呢 是跟R的方向有关系 R-R有关系 其他三度 Cta Phi都完全没关了 所以 你不知道 你这个要怎么写 我说 我先用一个Constant 来表示 我只知道说 这个 Data Charge Density呢 它只跟R 在大R的时候 它才有值 那我们看到 我不知道 它是怎么表示 那Data呢 Data是什么 Data现在是一个 4PiR平方DR 因为你Cta Phi 已经都被G掉了 换句话说 你现在变成4PiC 这些都是Constant 把它提到外面来 变成DataR-大R 乘R平方DR 乘R平方DR 有没有同学可以告诉我 有没有同学可以告诉我 上一堂课 上一堂课 这等于多少 Fa 同样的 这个呢 有机分 大R平方D 大R平方D R只有等于大R的时候有值 所以你把它带进去 这就是你的函数Fr 这是一度空间 这是三度空间 一样是对整个Balance 所以你R是从0开始G外面 一样的意思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是等于 我们说它等于Q 所以你马上可以知道C是等于多少 4PiR平方Q 换句话说 我们就直接可以把它写成 原来我们的Charge Density 在这个地方 我就可以把它写成 4PiR平方Q 在R等于大R的时候 它才有值 OK 那你了解了吗 好 所以这是我们在 这个 Beta方Q的一个表示的部分 好 那我们现在我们看到的 那一样的 我们随便找一个函数好了 R 平方加R 0.R 平方 R-R0 底桃 那R0呢 是一个常数 的向量 那基本上面 这个积分 All space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积分的话 最简单的就是 R只有带R0的时候 才有值 所以 你把它积分 就是等于把 R带R0 所以我们说 这是R0平方 加R0 DOT R0 加R0 平方 所以积出来的时候 就变成3R0的情况 应该没有问题吧 有没有问题 好 那 同样的情况 那留给你们去计算一下 我说 我说 对Balance积分 R-A 平方 Δ三次方 5R 底桃 好 OK 这个呢 你的Balance呢 我说 我说 我取的Balance是一个Cube 是一个盒子 然后它是每边长是2 然后 它是每边长是2 它是在远点的位置 OK 那 这里的A呢 它的值是 4J 加3K 那 我要你去求 这个值是等于多少 好 我给你们做一个C题 所以已经Problem多少了 8 还7 7的样子 是不是 8 OK 它就Problem8的部分 好 好 ok 那這個 給你們當 另外一個 Proven 9 帥隊 我們可以 然後再切 來 好 不要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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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再给一个 那要继续算的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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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第一个 有两个 一个半径是二的 一个半径是一的 它出来积分出来的结果是等于多少 我现在要继继续算 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球 让我可以知道 形式임可以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